持续来关注晚间最瞩目的消息就是郑文燦被桃园地院裁定收押禁件 历经三度召开羁押亭 前面两度招保 为什么会收押 现在桃园地院也公布了收押理由 首先呢 桃园地院认定 郑文燦具有相当的政商人脉跟资历 具有更高的逃亡能力 而且加上他又否认犯行 法官就认定他是有躲避罪责的动机 认定具有相当理由 有逃亡可能 再者法官认为他有串政嫌疑 原因就是因为在5号应讯前的当天上午 他用LINE传讯息给他的秘书 讯息内容就跟出庭应讯答辨方向一模一样 这个让法官认定郑文燦在应讯前 已经有管道得知检察官的侦办内容 并且逆妥答辨方向 换言之呢 检察官的侦办内容遭到泄漏 让法官认定 显见确实有串政疑虑 历经桃园检院三度交锋 最终把官裁定收押郑文燦 而以上呢 是我们掌握最新收押的理由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大家所关注的前桃园市长 郑文燦的这个第三度的积压亭 在稍早的六点多的时候 有了最新的结果 也就是郑文燦遭到积压了 那么其实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积压亭 从下午两点的时候就已经召开了 一路呢 停讯大概四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不过在六点出头的时候呢 先是由主任检察官以及这次承办的 这个检察官陈嘉宜 先是布出了法院 那他们当时其实这个表情 还是相当凝重的 面对说这个家庭的结果如何 他们也没有多谈 不过没多久之后呢 这个郑文燦的委任律师 也就是陈永来 他马上的就布出了这个地方法院 当时面对记者提问 家庭结果如何的时候 他马上就做出了回应 表示说接下来一定会再提出抗告 也表示说他们其实对于这一次 郑文燦遭到积压的结果是感觉相当的不满意的 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说 今天家庭是由这个桃园地方法院的 刑事腾骨的法官来独审 而他先前是一名人权律师 不过今天在审理的过程中呢 大家一度还想说有没有可能 郑文燦三度呢 遭到交保 不过也可以看到 目前的结果显示 他是确实遭到积压 不过目前呢 他遭到积压之后 大概什么时间会送往这个监索呢 也要等他后续求车的时间 才会知道那以上是现场最新 交还给彭雷主播 新党里面位高权重的郑文燦 新潮流的总召集人 竟然会没有影响力 这样子的论理 真的是太荒谬了 还是因为前董事长郑文燦 身为绿营党内 要教怎么会没有影响力 黄国昌续报内幕 指控台数集团前顾问 廖俊松行会郑文燦后 动作频频跟牵扯总统府 总统府那边下调子 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 卓龙汉也下调子 经济部 教育部 马上遵照办理 黄国昌批受会案 根本是一条龙服务 还原时间轴来看 2017年9月 在廖俊松送给郑文燦500万元后 郑文燦就亲自主持会议 替土地开发案找出路 随后又向行政院争取 核定国家重大建设 以达农地变更目的 12月廖俊松更像 时任总统蔡英文成勤 而当时的府秘书长 吴钊燮在接获成勤后 火速以府方名义来回函 地方到中央一条龙的服务 帮特定的权贿 变更地幕 高达数十亿不法的暴力 臭不可闻 关键就在总统府回函 这句实任总统蔡英文 置为重视被解读 服务相当关注此案 引发议论 等同受会案直接上达天厅 找总统府一路交办 行政院公文也流出 经济部内政部协助处理 相关的诚情文书 下面还有时任秘书长 竹荣泰盖上观影 所以他们只能用 抽象空洞的形容词 来加以描绘 郑文灿收会案背后 牵扯越滚越大 风波 持续延烧 东森新闻知中心综合报道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今天是这个前桃园市长 郑文灿第三度来召开家庭了 有别于前一次 第二次召开家庭的时候 其实郑文灿她今天提早了 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 来到桃园地方法院 不过可以看到 其实她今天的整个心情 似乎是相对的比较沉重一些 面对记者的提问 甚至她脸上的表情 都是很严肃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担心说 她这一次真的进来之后 就会失去自由了呢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说 检方他们两度了 三度提出了这个抗告 主要就是因为说 前两次他们认为 法院这边来不做积压 是担心说郑文灿后续 还可能会有串政 以及灭政的风险 原因就是说 其实郑文灿这起贪污万件 虽然历时了七年 这么长的时间 不过啊 她这个相关的关系人 还有一些证人 是不是还没有进行 相关的询问 同时郑文灿她对于政商界的影响力 也是很大的 所以是希望说 这一次可以将郑文灿给积压下来 那么以上是在现场的最新清醒 这个案子压了七年 你自己都不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吗 我不能说压了七年 检察官办一个案子 因为要收集证据 总是要有一点时间 我想具体个案 检察官有他的 依法有他的判断 那种三境啊 就是被检方这样子 一直在抗告的这种状况 会很常见吗 你们的经验觉得常见吗 我想法官跟检察官 依法行使职权 我们予以尊重 那不要以次数来看 我想这个 他们只要是依法执行之物 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因为我们觉得不常见 所以我们要问专业的法务人士 怎么看 如果他三境假设三出 法律上的一个 不同意见的一种攻防 我想在实物上会常常看到 只是个案里面 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而已 最新消息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卷入土地开发弊案 9号重开机押庭 法官家保700万 总共裁定1200万交保 检方期的当庭再提抗告 高院就在刚刚裁定发回耕材 原因是法官认为 郑文燦的政商关系绵密 人际往来广阔 有高度的政治地位 以及社会影响力 有可能跟还没被掌握到的 共犯勾串 地院法官显然忽视了 郑文燦的影响力发回耕材 因此郑文燦11号下午2点 要第三度面对积压庭 郑文燦谈无案 重开积压庭后 主任检察官吕向武 检察官陈嘉义 满脸不悦走出法院 全程什么话都没说 因为检方对裁定结果非常不满 脸色铁青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们一听到法官 是预令郑文燦1200万交保 是气得当庭抗告 甚至质疑法官认识用访不当 怒气冲冲 当场走人 而郑文燦脸色也不好看 没了第一次500万交保离开的灿校 郑文燦在短短20分钟交出700万 为了这二度积压庭 不能输的一仗 郑文燦的律师从两个变三个 更大咖 新加入的陈永来律师 跟陈氏桃园地方法官 在庭上攻防 主打郑文燦7年前牵扯的土地弊案 并非收贿 警察官认定的500万 其实是选举资金 因为当时资金不足和台塑借款 完全不认罪 法官财信说辞 认为他交代明确 有积压理由 没有积压必要 跟财1200万交保 限制住居 出境出海 并列出三大理由 包含 郑文燦否认洗钱泄密 且检方市政不足 第二 郑文燦卸任市长两年了 对陈氏府未必还有影响力 第三土地弊案共犯都收押 没有串政之余 认为无积压必要 但检方不服再提抗告 当天9号晚间 桃圆地月 出动公务专车 赶在收法室关门前 再一次将抗告书中 送达高院 10号一早 高院完成分案 这个是法官的一个裁定 是由我们尊重法官的一个认定 由于现行抗告 没有次数限制 检察官一路缠斗 郑文燦能不能躲过积压 还是未植树 端新闻 中大鹏行为在台北报导 同样的流程 再走一遍 检方抗告卷证 在9号晚间8点40分 由桃圆地方法院 送抵高等法院 桃圆地月 晚间8点出动公务专车 火库送舰 赶在收发室关门前 送达高院 桃检第一次抗告成功 由高院发回桃圆地方法院重裁 但检方不服 结果只是从500万元交保 变成增加700万 总共120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因为对于检方来说 仍然是一句话 送钱的收押了 收钱的却交保 当庭再提出抗告 要和郑文燦继续法庭上对战 对此告怨时候 将依照程序进行裁决 究竟会发回重裁 还是不会抗告 还是自为裁定 各界都在关注 东森新闻SNG小组 桃圆台北采访报道 郑文燦现在1200万交保 这个 如果尊重说 不是来问我了 郑文燦树谈案 重开积压庭 仍被1200万交保 柯建民不想多谈 不过这也代表 民进党廉政会前一天决议 积压就庭权 有罪就除名的处分 证实不会生效 目前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状况 是提高保释金 不过并没有 积压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尊重司法调查 那近代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当然现在 这个阴谋论很多 不过我觉得这些大可不必 论定调通通交给司法 但这次郑文燦交保后传 且22分钟内就筹到了 700万元的家保金 引发再也热议 当然不可能啊 这20分钟啊 20天都不可能啊 斗争不但白热化 而且时间延伸到司法 减调之间的大斗法 十足的说明 这个案件有多少司 有多少政治角力在里面 这时行政院长竹龙泰 来到立法院备询 也被在野党问起 为何在郑文燦事案后 时隔7年才有动作 打他一枪 把新北市长打掉之后 然后呢 双方各退一步 接下来弊案就不了了之 绝对不要用这种 不正确的逻辑 来看一个司法当局 谢谢 我希望这个逻辑不正确 但我们就等着看 更质疑法务部背后 是否有人介入 有没有人压案 第二个更严重的 原来是消息有泄漏 民主的台湾 应该不会有人要去压 一个任何的案子 委员心中的这个疑虑啊 我想社会上大家也 难免有同样的想法 在适当的时间 而且在案件没有被 有7年以后 你认为是适当的时间吗 日运重量级政治人物的贪污疑云 政坛高度关注 整办进度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导 穿着和上回同一身蓝西装 郑文灿在律师陪同之下 缓缓走下车 法官要他10点来开庭 他却迟到两分钟 才抵达桃源地院 重开鸡鸭亭 时隔不到三天 再度来到这里 不过相对上回 半小时内 500万交保申请 想到自由可能被剥夺 郑文灿这回表情超凝重 完全笑不出来 面对记者提问 从头到尾沉默不语 检察官陈嘉义 则是提着包包准时到法院 看起来做好十足准备 再次站上法庭 对抗郑文灿 至于什么原因 让郑文灿500万交保梦碎 高院提出污大疑问 包含质疑本案 还会传唤逃市府公务员 共犯证人与郑文灿 有没有可能联络案情 还有郑文灿在本案的地位 能不能排除他影响 跟他上下隶属关系的共犯或证人 因此撤销员裁定 发回桃园地院根裁 郑文灿涉探案 检方抗告成功 高院裁定撤销发回 而桃园地方法院 在8号晚上6点半已经收案 他们两个小时后 公布召开积押庭的时间 但对于陈审法官是谁 全程保密到家 毕竟上回有议员挖出 让郑文灿裁定 500万交保的陈审法官邓伟奇 他的父亲就是郑文灿的爱将 原本他是12号晚间值班 却临时提前一周 换班到5号晚上轮值 被怀疑另有引擎 这回地院是否会特别回避 以及郑文灿到底会再度交保 还是进到看守所遭到收押 答案很快就揭晓 东西人赵一杰 卢品农林韵强 张仁豪桃源报导 依照联政条例的规定 确定予以立案 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卷入土地开发弊案 民进党连政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开会讨论 七位出席委员一致决议立案 如果郑文灿遭积压确定 立即停权三年 一旦以审判决有罪 将研议进一步开除党籍 可能会觉得说 哇 怎么这么重 我们连政委员会觉得 你担任公职越高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给予他更高 更高程度的连政的要求 他那个被羁押的话 那明天马上就启动 停权三年 那如果将来一审判决有罪的话 那可能就会再进一步严厉的处分 那当然那时候依照连政条例 也有可能就是去民 那如果说一审判决无罪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他的停权三年给撤销 虽然郑文灿先前声明表示 会在未来司法调查的过程中 捍卫自己的清白 但民进党连政会 依照连政条例规定予以立案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通车的第一个月是五折优待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熟悉 这是2017年桃园集结通车时 还是桃园市长的郑文灿 在镜头前和市民们侃侃而谈 只是早在这个时候 郑文灿就已经被检掉盯上 前后历经四位检察官侦办 但都因为证据不足而入签结 承办的调查官不死心 揪出关键 2017年9月 调查官监听到台素集团顾问 廖俊松的儿子在电话当中 向太太提到要提领公司资金的一段话 突然说到要带500万元送到市长官邸给郑文灿 调查局如获至宝展开行动搜证 果然拍到廖俊松儿子在某日晚间 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袋子进入到官邸 不到半小时便两手空空走出宅邸 而已经遭到收押的廖俊松儿子坦诚有送钱到官邸 就在将装钱的黑色提袋放在地上时 还有比了五的手势 郑文灿则微笑用台语回应 在啦在啦 有什么资金需求需要去借贷这500万吗 会不会太小看郑文灿了 报导称郑文灿没有打开黑袋子查看 也不知去向实在是有违常理 由于检调指控郑文灿在隔年8月以借贷名义 还款500万元给廖俊松儿子 双方还有借据检调怀疑是监听一文外泄 郑文灿才会在隔年急忙退款 不过专案小组清查廖俊松儿子 仅从公司账户提领420万元 与500万元的汇款都不拢 该笔款项是否真的用来行贿 或是遭到廖俊松儿子挪用 始终不得而知 检调将持续追查 东城新闻台北报道